原子弹一问世就成为了国家和人民心中的威胁,特别是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头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让世界都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于是各国便纷纷开始研制核武器。 在1939年8月,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发原子弹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最后爱因斯坦成功地帮美国研发出了原子弹。 不过在美国想要向日本投原子弹的时候,却遭到了很多科学家们的反对,就包括爱因斯坦。 因为原子弹的后果,只有这些科学家们是最清楚的,他们研制核武器只是为了能够让国家有了安全保障,而且最开始也是为了使德国投降。 不过在原子弹还未研发成功的时候,德国就投降了,二战中日本的种种暴行让各国都愤得牙痒痒。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罗斯福因为患重病去世,所以由杜鲁门继承总统之位。 二战后期,日本还在不断挣扎,其天皇主义的精神使得他们根本不会投降。 所以这让杜鲁门下定决心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中,作为原子弹的研发者爱因斯坦也去了,在听到要使用原子弹的时候,爱因斯坦立马站起来,表示坚决不同意。 战争往往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杜鲁门在沉默了一分钟后,就对爱因斯坦提出了两个问题。 你知道二战什么时候会停止吗?自日本发起二战后,世界又有多少人伤亡呢? 听到这两个问题后,爱因斯坦不说话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也就默认了向日本投原子弹的事情。 不过爱因斯坦还是为日本民众求了一个情,那就是先告知他们要投原子弹。 当时在日本上空,撒下的几十万传单清清楚楚地写着美国会对哪些城市进行原子弹轰炸。 不过因为日本深入人心的天皇主义,加上他们的侥幸和不相信,所以才会造成了那样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